回到新闻现场带您看到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 迈入第31年国际画廊重磅回归 带来英国雕塑巨匠林恩·查德威克的经典作品 而台湾艺术家以景为主题的写实风格 极可乱真令人惊艳 钟情于石头的周珠望细腻刻画石头纹理 擅长古典写实的鲁纺勾勒出玉山的壮丽 而韩国艺术家全能用超写实的技巧 画出他的幻想世界 还有艺术家Cindy跟他的宠物狗的想象世界 走进台北艺朴展场 享誉国际的台湾雕塑家李珍的大气神游系列 让人不禁抬头仰望 圆容饱满既重又轻的造型美学 与墨黑的雕塑语会 看似自由悠闲又不失气势磅礴 而睽为多年再度回归的巴黎画廊 带来20世纪雕塑史上举足轻重 林恩·查德威克的经典雕塑 真相当中以锦为主题的写实模绘 极客乱真令人惊艳 钟情于石头的台湾艺术家周珠望 十几年来持续不懈的画石头 鲸鱼细腻刻画石头的纹理 近期在画当中加入水波 看如钻石般刺眼的阳光 河里的小草仿佛就近在眼前 他曾经说过对于观者来说 画石头很无聊 但是对他来说 不断刻画石头的每一笔 都是扎实的自我训练 是他生命当中的精神粮食和灵魂养分 这样看好像是一个黑白色系 其实它是用很多很多的色彩 堆叠出这个质感 还有它的光线的感觉 大家看以为是照片 那个光线照到那个树 那个小小的小草 你看到的是一个生命令 这个我觉得是很难得的 而写实技法不单单只是写实景物的在线 更多的是内在心绪的投射 台湾艺术家鲁仿 替台北艺博带来最新作品玉山的试探 他以精准的古典写实技法 表现出细腻的笔触 勾露出山石的纹理和质感 还有光影的变化 透露出他深厚的绘画功底 前景当中 撒旦试图诱惑耶稣的故事 把宗教叙事和玉山的壮力相融合 我的画法是非常传统西方的一种油彩表现形式 但是我后面用了这种大量的留白 有点类似我们在故宫看到那种传统水墨的那种 宣布的留白 我试图在去整合这种东方的美学 跟西方的美学的一种呈现 而梦幻湖系列体现了艺术家周震伟 表现真实的艺术追求 他以细致的油彩技法 将细密的草丛 油井的弧面和倒映其中的树影 经过精心构图叠加融合 希望能画到让人家有一种错觉 觉得好像是真的 对好像是照片这样子 草是很细碎的一条一条线 有点像我们的法师头发这样子 那水呢它是流动的 所以其实最难是想要把这两个东西 在一个画面里面做结合 那结合很自然 结合得很自然这样子 我觉得是最难的地方 再来看到日韩的艺术家 卓本质也的鹰系列 用极简的三原色 挥扫出樱花紧簇的生动光彩 色の三原色の赤と青と黄色を エアブラシで薄く塗り重ねながら 色々な色彩が生まれるように描いています 移ろいゆくような存在だったりとか 消えゆく存在 桜とか綺麗な水面だとか 恋の水門だとかですね そういった儚いものを残していくというような そういったコンセプトで作品を制作しています 而韓国艺术家全能的創作 幽默又精彩 他以高抽的油画写实技巧 精准的画出许多名人的脸孔 像是舒淇 邓丽君 王祖贤等等 在他幻想的事件当中 这些我们熟悉的面孔 仿佛穿梭时空 齐聚在西门町的街头 每一次欣赏他的画 都会发现意外的惊喜 因为藏有太多的细节 他是使用超显实的一个 艺术表现的一个技巧 去描绘各式各样不同的人物 包括有艺人啦 或是有宝可梦 或是你会看到一些像吉普利 或是像一些不同的迪士尼的人物 我们都说这个作品比较像是一个 可以创造对话的一个作品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原因是因为不管是小朋友 或者是大人 甚至是稍微有一点点年纪的人 他都会从里面找到一个 跟他有感觉连接的部分 而艺术家CINDY大胆搭配霓虹光管和彩色雅克力 做出像是彩虹般鲜艳色彩的动物 是他所养的浑色花般蜡肠狗OZ 还Mr.OZ透过了彩色的镜面 反射虚实交错 为观者带来活泼充满童趣的 多层次想象世界 CINDY的作品是以不同的光源来呈现 就像他用手感跟线带的线条 还有不同的新媒材 看的人会很自然地去感受 他的活力跟纯真 而另外一位台湾新人艺术家罗润珊 全新系列Let's You So 探索着光与影之间的奥妙关系 作品的背后蕴含着 对美好时刻的记忆 他在做材质的转化 你看到它上面那个绵密的 不是海绵喔 它是石英砂加压克力的一种混合 所以我觉得他画出了一个属于他自己 很独创的一个风格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市场最认识他的一个地方 整场一大亮点是17届MIT新人推荐特区 这是历年来竞争最激烈 从165位艺术家当中选出了8位 其中廖昭豪将台湾庙宇 壁画当中的浮雕雕塑等图像 透过纸浆作为媒材转换 并且以图像雕塑的形式来进行写身记录 在VIP预展已经卖出4件的作品 我觉得有趣的是 我本来是把这个建筑工法 又回归到纸上面去做一个呈现 所以就有点把那些图像再回到纸本上 然后去做一个布局 73家国内画廊和50家海外画廊 为期4天的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 不仅是艺术品交易的场域 更是跨文化对话与交流的重要平台 记者黄梅琴黄波凯台北采访报道